當年呢是用這種電子的和聲 這種8bit的時代 現在是經過了重新音樂演奏的版本 我在之前聆聽的時候 光聽到前面 我眼眶就紅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古灰級的玩家 跟太郎一樣呢 年紀也在41 可能到45歲以上 一定會紅了眼眶 說對 這就是 樂風謀傳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日本舞賽決戰的時候 拔出那本鍵 然後這時候旁邊再吹一個 吹個箱 嗯 欸 蕭是這樣吹 還是這樣吹 啊 不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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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爱玩声友会听见好音乐 大家好 我是爱玩大人SD太郎 在这个过完了新的农历年之后 大家振奋起精神又准备要开工上班了 那在今天呢给大家听到这首音乐呢 又是我们古灰级的玩家们 非常非常喜爱的一款游戏 叫做月风魔传 这个月风魔传呢光讲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屌 那当然这款游戏发行时间也非常非常的早 是在1987年就在红白机呢 推出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那这款游戏它的音乐 还有它的一些游戏呈现的方式 以当时的形态来说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它有那种用主角的人物小小的样子 然后直接在这个画面将行走的像萨达 找其这种2D的方式移动的方法 它也有呢在横向卷轴里面的这种游戏的玩法 当然也有进到像3D的迷宫当中 根据你主角正面从背后角度的视野来看 一边移动一边转换视角 然后去迷宫里面冒险的方式 所以游戏形态来说 在当年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除此之外呢 这款游戏当年有些不小的争议 很多人说游戏的类型先屏除开 这个游戏的主角人物 这个月风魔传的这个主角人物 觉得跟过去看过的另外一款 NAMKO所发行的游戏 叫做原品讨魔传 觉得跟里面这个原品讨魔传的 这个主角的角色 长得非常类似雷同 甚至是游戏的某些玩法的概念 也觉得非常的像 那后来呢根据媒体的一些采访呢 也有提到说这个好像当年这个制作人也承认了 在开发月风魔传这款游戏的时候 的确有参考一些原品讨魔传的一些游戏的玩法 它的一些开发概念 所以后来好像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也有一些香野传说就是KONAMI就要放弃了 月风魔传这款游戏的品牌 但是月风魔传对当时很多的玩家来说 包团太郎在内都是非常非常的手拧跟感动 所以刚刚节目的一开场呢 听到就是我们月风魔传的一首音乐 不过今天介绍的音乐呢 非常的特别 这个音乐是在2011年才发行 你会说游戏在1987年就发行了 怎么会2011年才发行呢 有些同仁他们不是只有做画画 有些同仁他们也会出同仁的音乐CD专辑 太郎最近呢跟小编在研究 发现网络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同仁音乐的创作家 所以这算是一个由同仁概念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专辑 在2011年才发行 那它的音乐专辑呢叫做月风魔传 一点波动神乐 神乐或神乐应该是神乐 它就形同于正式由官方所发行的 重新演奏的音乐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那后来在听完这整张的CD专辑之后呢 太郎感触非常非常的深 那我觉得 果然音乐是无国界的 音乐它是有时代记忆的 任何的玩家能够透过他们的专长 特别是有音乐专长的玩家们 把它用他们新的诠释方式 让月风魔传整个灵魂完全的呈现 完全的回来了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介绍这首音乐的主题音乐呢 叫做行走吧月风魔传 这就是标标准准 月风魔传在这个大地图上面所听到的背景音乐 不过当年呢是用这种电子的和声 这种8bit时代 现在是经过了重新音乐演奏的版本 我在之前聆听的时候 光听到前面 我眼眶就红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古灰级的玩家 跟太郎一样呢 年纪也在40可能到45岁以上的等等的玩家 我相信只要你当年有接触过月风魔传 接下来送上这首呢 月风魔传在大地图移动的主题音乐 相信大家一定会红了眼眶说 对 这就是月风魔传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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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角色扮演成长的要素 游戏里面不可或缺的就像商店交易 里面可以买一些你喜欢的物品 来帮助你游戏过关更为顺畅 所以接下来这首音乐 就是在游戏进行当中 在商店背景所会听到的音乐 你可以跟太郎一样 看看能不能唤其你时代的记忆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熟悉 我相信你如果是 一样热爱这款游戏的玩家们 一听到 你会立刻回到那个现场 老板 买东西 算便宜一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这首音乐 叫做一千亿光年的比方 哇这一千亿光年多元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意境 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悠久 没有边际 没有镜头的一个时间的 另外一方的感觉 所以这首曲目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在游戏的音乐节奏上 它算是一个像是进行曲的感觉 节奏非常的规律 也非常的让大家有 那种非常容易跟着 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 同时里面也用了很多 日本的传统乐器 我觉得甚至不是用那种弦乐在演奏 有点像是用指尖 在拨弦的那种感觉 像是日本有一些传统乐器 像齿巴之类等等的 我觉得它就是这样 编曲所演奏出来的 所以这些同人音乐们的创作 哇真的太屌了 我们来欣赏看看这首音乐 你一定会觉得 哇当年这么和缝的音乐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演奏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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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刚刚刚在一开始 我有特别提到过 这款游戏有很多种游戏模式 其中在3D进行的迷宫 就算在当年开游戏的先河 很特别 就是有多种样的玩法 这是让大家觉得比较意外的 所以美好上2D也可以玩 横向卷奏也可以玩 3D模式你可以进到迷宫里面去做探寻 这就是在3D迷宫当中 你所会听到的一首音乐 而这首音乐的曲风 其实就有点电子乐的感觉 但是比较符合规律的节奏 因为它就像伴奏 你在3D迷宫的闯荡过程当中 那种时不时 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危机 或是意想不到的状况 所适合当作秤底的音乐 我们来欣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好的 在迷宫的冒险过程当中 当然也会遇到战斗的场景和画面 所以这个主角从背后的角度 来进行战斗画面的感觉 就是音乐曲风一转 让大家觉得马上要战斗了 所以在战斗过程当中 节奏当然也会非常的快 而且这个重新演奏的音乐版本当中 还有很特别的 在时不时还会出现 骁的声音 更增加那种肃杀的感觉 我们看到日本武士在决战的时候 拔出那把剑 然后这时候旁边再吹一个 吹一个骁 骁是这样吹还是这样吹 不管啦 反正就是吹骁的那个声音 再搭配上这种音乐 让你战斗的整个氛围 就像是在看黑泽民的 黑七五四或是罗生门的电影 你就回到那年代 我要看人啦 啊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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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点点的时代感 多了一点点的感伤 多了一点点的在冒险意犹未尽的感觉 所以如果大家也觉得 像爱玩生友会这样的 分享好音乐的内容跟分析跟评鉴 让大家觉得很棒的话 我也希望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 可以多多在我们的Podcast 各个的平台当中的留言板 当然我们知道在Podcast上 Apple会留言比较容易 或者在YouTube或者是FB 我们的节目下方的留言区 热烈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你们听完《月风魔传》 你们的感觉跟感受 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 如果可以像上次对战热舞一样 可以告诉我们哪些音乐介绍 你们想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想怀旧 也可以告诉太郎 太郎就会在节目当中 找机会为大家介绍这些 好听好棒的ACG的相关音乐 今天节目尾声非常感谢大家 也为大家送上《月风魔传》 这首《漠视录》 伴随着节目的尾声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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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的收聽 那希望在每個禮拜 我們提供給你好聽的ACG音樂跟內容 讓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如果你支持我們 請到ACG高安卡的粉絲團 按讚分享 讓我們射程搶先看 另外也歡迎到YouTube頻道 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收取最新的訊息 當然還有我們音頻的頻道 Podcast在很多的頻道上面 都有我們的節目可以聽得到聲音 當然如果想留言的話 歡迎到Apple的平台上留下你的留言 我們會盡心來為你服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囉